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7月21日 星期四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最要帮忙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晒冷气、正向部》两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订阅、点赞、分享、欣赏节目 最好不过 谢谢 好 今节回来 要继续讲讲这个羊村的绘本案 我们较早前说过 控方的结案层次是怎样 相当精彩 可能大家听完之后会发觉 罪证确作 为什么不认罪呢 当然 辩方一定会有符合 否则就不用继续了 我相信大家对羊村系列的故事 或者内容讲什么 想作出什么的比喻 如何煽动 我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 不过 记住 法庭是要强调公平的审讯 所以也要听辩方怎么说 大家一起听听 究竟如何帮他们 比辩方的结案还可以说 这些绘本是毫无煽动意图 叫做毫无 即是一点都没有 哇 真的很厉害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回来 详细说一下 其实在辩方开始之前 控方也有重申 控罪是无需证明到被告具有煽动意图 也证明了有证据证明到 这么多个被告是有串谋参与 和他们的约干程度究竟是怎样的 辩方之后就开始他的层次 其中一个代表黎文宁的大律师说 他说这案件的背景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里 他说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就社会议题表达意见 说他这个被告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还说他竟然是无意引起任何憎恨或不满 还说这三本的绘本是没有具有煽动性 只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评价 他说即使有部分的措辞你觉得是比较强烈 而且是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 但是没有煽动暴力或者是扰乱公众秩序 所以就不应该入罪 可能在听节目的你听到这里已经打几火了 可能你说 咦大哥不是哦 你又说什么阳川十二勇士那些 又说是非法地拘捕回到内地 即是狼的世界 又怎样说好像虐待他们 说到很惨 什么非法拘留 又说要保卫家园 又说什么狼群 拍了一只狼 然后又披着羊皮 然后混进来 说要管治你们 又说要逼他们羊 吃肉 逼他们很多东西 很惨 如果你是羊 你会不会守卫着村子 要奋起反抗 你这些还不是煽动暴力 因为这样的 我们只看这本书 或者这个系列 它有清楚去列明那个时序 例如回归 哪一样代表什么 你荒死人不知道 如果你将这些羊和狼 代入的话 等于一些未知数 X和Y是什么 那你就将它代入 羊即是住在香港的香港人 那狼呢 你将它代入了 是中国和内地的朋友 其实你明显已经在煽动暴力 要群起反抗 那好了 他的代表大律师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这些故事里面出现的东西 哇西非里啊 他说 绘本的故事是去扣的 还说描述羊和狼这些部落 是童话故事经常见的 还拿回政府主席受访问的时候说 出版这些绘本是希望以童话的方式 向小朋友说社会发生什么事 还说羊村守卫者虽然提及到什么 假普选、独裁统治、洗脑教育 但是没有骂到政府和中央 也并非好像控方说 煽动漠视一国两制 酸羊分离主义 你这样说也可以 你那些什么羊村守卫者 刚才我提过 你一开始已经列明了 哪一样等于什么 哪一样等于什么 时序是什么时候 即是觉得回归了之后 特首这些是独裁统治 又说向大家有洗脑教育 你是把所有时序都放下来 即是叫小朋友自己套上去 对比故事所谓的虚购内容里面 但是又是贴合现在香港一直以来发生的事 还告诉小朋友 你们现在那些是洗脑教育 咦?这样还不是斗骂政府和中央 其实没有分别 那还好笑 他怎么帮羊村十二勇士去兜 他说目的都是给小朋友明白 十二港人的情况和引起关注 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内容是假的 就算你虚扣出来 你说你虚扣这些故事 但是你这个代表大律师又说 要让小朋友明白 十二门徒这样坐船 说要离开香港去台湾地区的故事 和这些事件要引起他们关注 那究竟这是虚扣还是真的? 对不对? 即是你说借着一个虚扣的故事 令他们关注现实的事情 但是你里面的内容已经是利益时塞 明明这十二个人真的非法闯入了内地的水域 而接着就被捕 也有法庭的审讯 但是你说这十二个人是勇士 勇士和门徒是两样东西 瞒着家人走 之余还要是违反了保释条件 十二个人各有不同的罪名和起诉的罪行 但你竟然形容这十二个人是为了保卫家园 而要和狼群作战 所以要离开 否则会对他们不利 这更搞笑 就说这些羊群向其他动物求助 也没有控方所指 不是要叫外国干预本地的司法 没有这些意思 哇!你不是吧?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很明显的暗示 即是要找其他人帮忙 即是外国 难道找谁呢? 接着更好笑 至于阳川清道夫 他说只不过是描述2020年初疫情爆发的情况 被告也没有鼓励其他组织去罢工 而是罢工的权利受到《基本法》第27条的保障 再说只不过是施压要求政府制止疫情的时候 对于家庭的热爱 何况最后这个绘本也说了 罢工的杨仔清道夫 最后也有回到工作岗位 其实就是等于现在我们现实看到的那群黑医护 他们最后也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明白他的意思 最后不是怎么办 罢工罢到底 离开了本身现实的情况 所以他们的故事就这样说 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个煽动性 对于控方说被告成立这个公会是为了推动政治的主张 其实我之前在控方的结案陈词的时候也有提到 直接写到明 竟然他的辩护大律师帮他说我 这一招是断章取义 他说成立的愿景就是包括团结业界争取权益 哇大佬啊 就是你整大篇东西的成立目的那里 你抽回其中八个字和业界有些关系的话 但你就忘记了之前有几百字都写政治主张 那些发花癲的东西 以及自己是履行业界的服务和合法的目的 很搞笑 因为有一句就是他们的公会曾经说 敦促当权者要回应五大诉求 那你这句还不是政治主张 他有得帮你兜 他说不是,不是政治主张 当时每个人都在叫要关注五大诉求 是不是 他说一个专业团体、一个公会都有道德责任 去捍卫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价值 是不是 五大诉求关于什么民主人权自由事 那现在那个辩方大律师也说 回来 他是必须证明到被告有意图煽动暴力 或者制造到公众扰乱才能入罪 也说强调一个民主社会就着一些社会议题 就是发表意见不应引来这么严苛的刑责 即使他的意见不合理或者不受欢迎 都不可以因为他包含对政府和政权的不满 就将他标签成为有这么严重的法律后果的犯罪行为 还说煽动罪不应不合理地被用作政治审查 哇,好嘞啊 你这么说也可以 还说叫严苛 他这个意见不是不合理不是不受欢迎 是直接瘋狂的 如果你让我看到的话 另外代表杨逸义的资深大律师也说 就着这个煽动刊物的意图 他也强调的 被告的访问和文章都和这宗案没有关 哇,你真是瘋狂的 就是他的访问和这些解说 要知道他这几本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有没有煽动性 究竟对于是否和政治方面有关 法庭应该就是考虑这本文章的本身 还说绘本里面的文字没有鼓励使用武力 宣扬独立和要求制裁 除了他们怎么说 越说越过分 就说强调这些文字的解读是因人而异的 相同的字眼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还说煽动罪里面的憎恨和离叛 这些字眼都不清晰 也说欠缺法律的确定性 哇,越说越夸张 很搞笑 官听听听都受不了 他说如果这些言论并非基于事实的话 那是否仍然可以不限制他们自由地发表呢 大家是否能够躲在寒蟬效应的保护下 就可以任意胡说 而又没有后果呢 因为这些代表的资深大律师 就说如果这么模糊 这些法律就会阻止其他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也会带来寒蟬效应 会不合比例地限制了大家的自由 这些人就会害怕 哇,一旦提出一些官方以外的论述 就甚至会被捕 甚至不能够保释 像阳川这案子的被告那样 你看看,審讯之前还压了一年 所以法官就会问这一番话 那是否大家说怕寒蟬效应 如果寒蟬效应提供了一个保护的话 那大家会乱急 那即使大家的东西可能是假的 不合适的 但他们都照说了 而且要照给他们说 因为要避开寒蟬效应四个字 哇,你都刺得挺严重的 看看他的代表大律师如何帮他们兜 他说煽动罪并非假新闻的罪行 那即使这个消息是假的 都不应该用刑法去处理 也重新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煽动暴力是可以受到限制的 不过也说言论究竟是真还是基于事实 也跟这案子无关的 另外代表另一个被告 五考仪的大律师所提出的论点都差不多 都是说现在的罪行定义很广阔 也不是很清晰 还说令到当局有机会濫用 压制发表一些不受欢迎言论的人 造成寒蟬效应 他也是提出这些 还说普通市民即使有事实的理据 仍然不敢就敏感议题发生 还说怕会踩到红线 就着很有争议性的警暴问题 有人认为是有警暴 有人认为完全没有 但是当限制了言论罪行的话 市民宁愿会选择比较安全的一边 也说觉得很严苛 会收窄到大家说话的范围 很搞笑 他们还拿羊村守卫者 结局的时候是否要去另一条村 即使有机会那羊羊是会走的 就不是和那羊狼留下拼命 不是只有这个选择 你真的承不承认这本书 羊和狼就是代表香港人和内地的朋友 是不是 你有一些说不承认 又说不是 一些又说是 你们这帮代表的大律师 资深大律师 炒了车 还搞笑 他还说 绘本里那些狼 用臭气弹射去羊群 还说羊都没有拿什么武器出来还击 还说都是拿羊过来撞他们 只不过属于智慧 挺有趣的 那边帮他们兜 真是好惹 真是笑到我肚子都乱了 那接下来会再有第四第五的代表大律师 再帮他们陈词 那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跟进 真是好惹 那也有一群 真是笑到我肚子都乱了 好了 那今次来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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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